国防部长顾立雄现在表示 国防部将会成立类似美军的 先进国防科技小组DIU 他并且也强调副总统小美琴 非常的重视 他本人会亲自督导 整合中科院与民间研发创新单位的资源 顾立雄现在也说 任内的市政重心将是会强化不对称战力 加强防卫任性 后备动员战力与国防的军事改革等等 新任国防部长顾立雄 日前和媒体参序的时候 他就透露太太前经济部长王美花 特别叮嘱他说不能够说太多 顾立雄表示因为国防部牵涉到 是非常多跟美国有关系的 过去他还担任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 又知道的太多了 顾立雄他也说国防部很多事情 都必须要考量到台美关系 否则消息曝光之后还要想 AIT有没有可能会打电话来关切呢 中国大陆现在宣布 终止134项的产品关税的减让 而专家就警告说 这一回影响到的很多都是中小企业 取消了优惠关税 市场没了之后 恐怕会面临到的是官场的危机 或者是工厂会转移到海外其他地点 在未来的一年到半年之间 恐怕会有非常多的失业潮 而另外学者现在也分析 ECPA或许是不会全面中断 但是要看赖政府如何接招 在野党也呼吁赖政府 两岸关系必须要有所缓解 大陆宣布要在终止ECPA里头 134项产品关税减让 加上第一波终止12项石化等产业 前后两波累积就有146项产品 被停止关税优惠 换句话说 总数月500项的ECPA早修清单 已经有近三分之一宣告结束 专家更警告会有这影响 机具业 化工 基础的制造业 汽车电子零件等等 大部分生产的地点都是在中南部 中小企业之外 最重要的是很多工人在工作的产业 是不是公司就面临了工厂 转移到海外或者是面临官场 第二波终止ECPA部分产品优惠 今天不说影响出口金额 约薪台币3100多亿 加上第一波金额 更近3900亿台币 但有大陆学者分析 大陆不会全面停止ECPA 只是会调整优惠措施 保留新政府调整两岸政策机会 再当也呼吁应该积极展开对话 政府一定要积极地想出两岸关系的缓解 经贸议题能够重新上谈办做好 给台湾的一个优惠 他们在思考这个问题上面 会去思考两岸之间的关系 再去决定ECPA它到底要宽松或是紧缩 ECPA接连两波终止关切减让 两岸交流更紧绷 外界也担心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会不会野生变 两岸关系越紧张越需要沟通跟交流 创成论坛这么多年举办 会依照惯例相关的规定来持续进行 欢迎海线的考察团来到台湾 维持一般的交流 对于现在紧张的两岸关系会有帮助 面对两岸红利逐步被收回 从经济到两岸台海问题 正是新政府面对的艰难问题 记得是我们李玄台北报道 好提起大家如果还在我们主频道收看的话 赶快转换一下连接到我们七八点的 这个子频道来收看一下 一定要记得帮我们按个赞好吗 待会八点钟是由我们的佩杰主播 来为大家服务的 请大家一定要持续帮我们多多支持 持续锁定哦 好持续来关注的是ECPA的议题 大陆现在宣布终止ECPA的关税 134项的产品的优惠 包括了像纺织机械或者是钢铁等等的产业 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来看前立委蔡正元的分析 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经济上的计算 看起来还好啊 对不对 并不是从此不能卖啊 所以还好 所以投过深就过 不管是这个石化产品 工具机 或者是这些其他的 这些产业机械以及纺织上的东西 应该市占率降个4%那还好啊 这个民进党会这样告诉 那如果开始来就是 哎呦哪个公司行好啊 你因此受损啊 哎呦我就补贴你一点啊 哎呦我补贴你一点 你还对我磕头 都是我民进党的恩德 都是他共产党砍你的生意啊 对不对 选票给谁啊 这个叫做经济上加政治上的操作 那你说民进党会改变吗 不会 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民进党的基本原则 能够跟大陆越保持距离越好 能够老死不相往来更好 他们认为这样子更容易独立 心态上我没有中国 我实体上压迫大家 大家不可以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我更有独立的本钱啊 中华民国没有 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没有了 剩下台湾 也要再加个台湾共和国 我们就赢了 他认为这个是无上的价值 不可取代的 其实跟你谈什么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 还有陆克 这些价值是什么 唯不足道啊 对民进党来根本就唯不足道啊 所以他根本不紧张 对不对 勇恃无恐 然后刚才立安恩讲的 很忧心忡忡 哎呀 喷嚏可能有问题啊 本岛有问题啊 电信有问题 他有什么问题 我美国爸爸在我都没有问题啊 对啊 你要不要相信美国爸爸 还相信那个 这个国民党的讲法 当然相信美国爸爸啊 对不对 所以政治上也要处理 经济上也处理 何况他算一算 我今年股票涨了不少 大概那个证券交易税 应该会收了不少 好 口袋又满满的 你们到时候不要来吵 吵我说 什么超增税缩要我发给你们 我拿来补贴这些啊 每个人都会叫我民进党爷爷 多好啊 对 所以除非你说你大陆有本事 把那个支通电产品 订单都全部关掉 那这个就不违反这个WTO啦 WTO只是说你买卖的时候 不能客户关税 没有说你不能买 那大陆有没有本事做到这地步呢 看起来不知道 所以这个还有得斗啦 还有得斗 那你说哎呀 因此我传统财力可能会移到大陆 或移到这个东南亚 民进党立场是移就移啊 我需要留你吗 那你旅行业则混不下去 转业啊 对不对 还有那个这个民宿 这些旅馆内倒了又不只是一家 再倒一家有什么稀罕 不影响大陆 那我选票够啊 我为什么要派人家少数选票 来影响到我的伟大的政治目标 而且这个政治目标 立者明 美国来会给我钱 给我支持啊 现在不是要弄个法案 贷款给我的吗 这一套话术 变得挺完整的 所以对于目前的处建 事实上台湾的困难刚开始而已 大陆如果老是绕在ECFA 对民进党一点伤害都没有 是 但你觉得会不会 这第二波了吗 接下来 第四波第五波又怎么样 一二三也没什么 从第一波第二波 到今天第三波 台湾股市涨多少 他搞不好认为 你在第四波第五波 五十更凶啊 不是吗 就是没有去卡到 真正的原因嘛 不是ECFA嘛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